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做网络产品的公司能够理解清楚的投资者往往非常少 是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促使我花大量时间研究和讲解这种公司的 所以大家先给我加个关注 点个赞 鼓励一下我的这种精神吧 Avista Networks的总部在美国的硅谷成立于2004年10月 创始人之一是贝托尔斯海姆 贝托尔斯海姆还是三Microsystems软件系统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他还是早期的谷歌天使投资人 贝托尔斯海姆还曾经在Cisco公司担任要职 2004年10月 贝托尔斯海姆和另外两位来自Cisco的高管 创立了Avista Networks Avista是2014年上市的 所以Avista Networks从一开始就不简单 它的创始人都有丰富的创业和投资经验 尤其还有网络行业老大Cisco的高管背景 这就让Avista一开始的起点就很高 我建议大家自己多搜索一下 Avista Networks创始人贝托尔斯海姆的传奇投资生涯 贝托尔斯海姆出生于德国 白手起家 多次抓住风口 是我们这些科技股投资者和创业者可以模仿的榜样 只是我的频道喜欢更多的讲技术和讲行业 所以我接下来就侧重于Avista Networks是做什么的和竞争力了 Avista是做什么的呢 或者说核心技术是什么呢 一句话是多层以太网交换机 以太网交换机就是有以太网接口的交换机 以太网接口就是平时我们在电脑上看到的固定网络接口 只是平时我们电脑的接口是100兆位每秒到1Gbps 而以太网交换机的以太网接口速度则快得多 一会儿我会详细讲到 平时我们已经习惯了WiFi上网和使用4G或者5G上网 这其实是网络的接入部分 或者叫做网络的最后一公里 网络的其他部分的连接其实还是固定光线连接而不是无线 而光线连接的最主流协议就是以太网的协议 所以除了无线的接入部分 以太网在整个互联网的连接中是无处不在的 数据中心的连接都是以太网 以太网交换机主要用在三个领域 第一个是企业 如一个大学校园 一个大楼等等 这种网络连接也叫企业网 第二个应用领域是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有大量的服务器 这些服务器需要以太网交换机 把他们连接到互联网 第三个应用领域是云计算的运营商们 如亚马逊的AWS 微软的Azure和Google的Google Cloud 他们都需要购置大量的交换机 组成连接全世界的云计算网络 云计算运营商的数据中心 有时也叫做云数据中心 而普通的数据中心可能是用在私有云的 云计算运营商的数据中心则是用在公有云的 大家可能有疑问了 以太网在70年代就诞生了 早已经是最普及的网络设备了 Sysco的以太网已经成为行业标志了 Arista做以太网还能有什么技术突破不成 是的 以太网看似是以前的以太网 但是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尤其是以前的以太网主要是给企业用的 现在的以太网越来越多的用于数据中心和云计算 我概括一下以太网的四个演进和变革大方向 第一 以太网越来越多的从一个以硬件为中心的产品 变成一个以软件为中心的产品 这就是软件定义的网络的概念 Sysco的传统以太网配置起来比较复杂 尤其一个软件要管理成千上万的以太网 要实现自动化就更加复杂了 这是因为Sysco交换机什么都不想开放 希望你什么都从Sysco那里买 现在的大趋势是开放网络节点 任何公司都可以开发一个软件来配置和管理 而Wresta一开始在设计交换机操作系统时 就是采用Linux内核 使用起来和Linux没有什么区别 一开始就高度开放 现在AI正在大量用于网络的管理和恢复 从而实现网络的自动化 这就是为什么 Wresta把自己的交换机叫做数据驱动的网络 数据哪里来的来自于全方位的开放 Sysco如果开放 会影响其软件方面的营收 所以就缩手缩脚了 在软件定义的网络方面 Sysco动作慢了 作为投资者的Wresta 则一身轻地大量采用软件定义的网络结构 大量使用大数据和AI 挑战Sysco封闭的网络系统和网络结构 第二 以太网正在从专有的硬件变成一个白核硬件 白核的意思就是使用一些通用的硬件 如使用Intel的X86 CPU 使用类似于计算机的通用平台等等 白核类似于开放了交换机的设计电路图 任何公司都可以参与其中 这和我们看到的PC的开放体系结构有些类似了 Sysco的交换机和路由器 则是自己的一套硬件和操作系统 和这种大趋势向背离 硬件变成白核之后 交换机成本会大大降低 而Wresta一开始就在推动这些变革 第三 以太网正在朝多层以太网交换机的方向演进 大家知道 网络的协议站有七层 这是网络的最基本知识 以前以太网交换机是第二层交换设备 路由器是第三层路由设备 防火墙是工作在第七层的设备 它们往往有不同的硬件设计 例如 防火墙更加像一台计算机 现在的方向是一个以太网交换机 作为硬件平台 加在不同的软件就是不同的设备 这就是多层交换机的概念 一个以太网交换机可以同时是交换机 路由器或者防火墙 就看你加载什么软件了 而软件的销售可以采用订阅的模式付费 这就使看似销售硬件交换机的公司 变成了一个SaaS公司 第四 以太网网络接口正在从40G到100G到400G到800G 这些通信接口的革命 使网络设计和结构也在发生革命 Arista Networks紧紧地抓住了这些机会 以上是以太网交换机演进的四个方向 其实也是网络设备演进的大方向 多层交换机正成为平台 在此基础之上开发出各种产品和解决方案 像Sysco猛推的路由器和防火墙等等 正在变成这种通用平台之上的软件产品 基于多层以太网交换机 Arista做出了以下几个主要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第一 超低延迟的交换机和防火墙用于股票交易等等 在股票交易中 时间就是金钱 谁的速度快 谁就率先得到最新的股票交易信息 很多股票交易机构 愿意花大钱 搭设从自己机房到股票交易所的低延迟专线 Arista是怎么把交换机做到低延迟呢 主要就是通过优化路线 通过专有硬件实现数据包转发等等来实现的 第二 AI网络 我在讲英伟达那期讲过 英伟达使用收购的Infiniband实现 CPU到CPU 以及CPU到GPU之间的高速通信 从而搭建超级计算机 其实 以太网经过超低实验的改造 也可以和Infiniband媲美性能 所以 Arista的交换机 可以用于AI网络和搭建超级计算机 第三 各个企业分支机构的互联 如一行有很多分支机构 它们的分支机构需要互联 通过一个接口 统一上网 同样 这些机构可能也需要和云计算 网络相连 这些技术叫做企业One 混合云的互联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系统 我就不多说其他产品和解决方案了 基于以太网交换机核心技术 Arista做出了相关的软件 做出了数据分析系统 从而形成了各种解决方案 为什么作为行业老大的Sysco 不能同样实现快速的变革呢 这是因为 现在买交换机的大客户 正在从传统的企业 转向云计算运营商们 当人类走向公共云以后 服务器已经不在企业内部了 企业网络其实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现在的企业网络 就是一个能够连接互联网的简单网络 复杂的网络出现在了数据中心 企业从公有云运营商租借计算资源 公有云运营商维护着 遍布全球的复杂的网络 这个网络也叫云计算网络 英文是Cloud Networking 所以大量的网络设备客户 目前已经是那几家云计算运营商了 如AWS、Azure、阿里云等等 他们都是超级大型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对于自己的数据中心 有特殊的要求 如自动化的配置和管理 大批量的部署 通用的硬件 良好的兼容性等等 他们不喜欢Sysco 而更加喜欢二线的Aresta Networks 因为Aresta Networks 这种二线公司的产品 更加容易定制 更加灵活 更加可以按按照需要去修改 其实Aresta最早的交换机 就是和Meta一起做出来的 就是面向云计算运营商的 所以Aresta赶超Sysco 首先是从云计算数据中心开始的 面对以上的网络技术变革 Sysco虽然仍然是市场的绝对老大 但是还是显得步履排山 Aresta Networks 则一身轻 同时Aresta Networks 还大量地和云计算运营商合作 设计云计算运营商的网络 2023年三季度 Aresta的营收增长了28.3% 每股盈利增长了46% Non-GAAP的毛利率高达63.1% Sysco则停滞不前了 同一季度 Sysco的营收仅仅增长了8% 大家看这些年 Sysco的股价就知道了 我以前曾经专门讲过Sysco 我对于Sysco前景并不看好 Aresta Networks现在奋起直追 这些年风头很猛 Aresta Networks已经成为了 Sysco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目前市值670亿美元 Sysco的市值大约是1900亿美元 他们都是做企业和数据中心网络设备的 如交换机和路由器 这个领域另外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是Juniper Juniper这些年已经衰落了 未来的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以太网的市场会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云计算运营商们 这正是Aresta的核心竞争力 接下来几年 数据中心以太网的接口速度 将以现在的100G为主流 转变成800G为主流 网络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 这些改变正是Aresta颠覆性创新的好机会 AI的爆火 是专门为AI所建造的数据中心变成了一门好生意 而Aresta就会在AI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中受益 就这点而言 Aresta也是AI大爆发的受益股之一 只是英伟达是做GPU的 而Aresta是做网络的 从2010年到2022年 Aresta营收的年化增长是33% 我自己的观点是不要买Cisco了 而Aresta作为冉冉升起的一颗心形 绝对值得投资者的特别的关注 Aresta说不定就是下一个NVIDIA了 Aresta的风险也十分明显 它太依赖这几个公有云运营商们来实现增长了 公有云运营商有自研网络设备的冲动 他们甚至可以越过Aresta 直接找台湾的代工厂代工白河网络设备 对于大部分科技股投资者 投资Aresta最大困难是正真透彻理解 Aresta所在的赛道 即网络这个赛道和这个赛道技术演进的大方向 好在我早已经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系统性 理解网络技术演进的课程 为了让大家对于最基础的互联网技术 有一个入门级的理解 你可以考虑购买我相应的关于芯片 云计算 互联网 电信和5G的科普视频 对于文科和财经类教育背景的 和没有科技行业工作经验的 绝对会受益匪浅 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留言区 找到我课程的链接 在那里创建账号并购买课程 最后 记得订阅并点赞支持一下吧 让我们相互交流 学习 鼓励和分享 在财富自由之路越走越顺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